这也是不容易找的 这会变 河上 你知道吗? 这屁都超多酷 Hello Good Day 我现在呢 人就在韩国首尔的这个 阿咕中 现在呢 要去做这个 Personal Color Test 就在韩国很流行的一个 颜色test这样子 就看你的皮肤啊 适合就是冷色系 暖色系 深色系 浅色系 几乎所有的韩国艺人 韩国年轻人都会知道 自己是属于哪一个季节的哪一个颜色 他们就很流行这样子 即使你去就是一般的美妆 要妆店都好 如果你看他讲说 所以我是暖春色 还是我是冷夏色的话呢 他就会推荐你 你适合的 那个彩妆的 所以基本上呢 今天我就是约了这一个 去做test 到啦 就这间 My Shopper 然后呢其实也是可以约 个人也是可以跟朋友一起来 今天我们是约了一个 四个人的session 然后刚好他就有提供 卸妆 卸妆大军 再来这边要卸妆 再过来 过来 现在全是花剂的 撈了 -细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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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看的是 我看的是 其實我看的是 如果我們很想到 我們就有很多型的地方 因為我們在黃色的地方 我看的是 我們在黃色的地方 好像這個顏色 我們按照不同顏色的 春夏夏中的色彩 就是跟黃色的顏色 比起 夏天的顏色還會更好看 以孩子来讲的话穿上一点的衣服的颜色会显得我们的唇毛会比较明显 所以像周围的色素也都浮起来了 然后这个冰天的颜色的话就太重重了一些 发到出现我们的黑暗衣服还有最长周围的色素都浮现出来了 所以这个也是特别的 目前看到可能是秋天的 Strong Tendolation 暗衣服是暗衣服的 这些暗衣服的颜色很明显的感觉 很明显的感觉 感觉像周围的颜色比较好 这个颜色比较更漂亮 但是这个周围的 Strong的颜色比较稍微感兴趣 这也是能够使用的 这也有点好看的 这也有点好看的 这颜色比较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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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比较好看的 它不用整件的吗 这个会变 河上 你知道吗 这颜色我整的就很 很适合 你看你比较适合那种 穿比较华丽的 然后像秋天型的话 就是非常适合带很多首饰 然后妆容也是画点浓妆 比较华丽一点的风味是比较适合的 然后发型的话也是那种卷卷的头发 看起来很茂密的头发会有点好看 夏天型的人就比较适合肩圆一点的 装饰了 就像头皮都太好看的 我的眼睛 太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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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韩国的眼园当中 韩语色是一个类型的 嗯 好 谢谢 发型的颜色 所以腰部 这里都太好看了 有时候一定会比较适合你 彩度也是不要那么高彩度的 所以说上妆 唇妆之前可以先涂一颗大的 我觉得很适合 别人表演了卸妆 别人表演上妆 有个人在Olive Young 他就是会有分你看 Spring Autumn Summer Winter 然后会有介绍 你知道吗 就是你可以适合买什么样子的东西 文轩买到开心吗 文轩 超开心的 我也是在买着 对有了退税 所以可以赶快来买适合的花妆品 所以买了适合了 然后再换一个妆 看下有没有不一样 是买完了 没有做colortest的人 没有做colortest的人 还有那边一扎 还不完 无法 可是今天不是我的外甲脸 我应该还是会买到一起 Stop buying 明天 他在吃死你 老师很久的 老师弄那个铺弄很久的 你一定有人做 看下来 也贵哦 哦 印尼也贵 印尼也贵 好了我回来malaysia 然后呢就是我要继续完成那个关于colortest的那支影片 因为当然就是在colortest的时候呢我们进行了大量的shopping嘛 所以我现在呢是上完底妆然后呢还没上彩妆的一个状态啦 哎根本讲一下他就是老师呢就是诊断我为就是这一个秋天的bright tone 意思就是说我适合比较秋天暖色系之余呢它要是比较浓一点的颜色 在彩度上面是很高的然后明度也是高的其中一个很适合我的颜色呢就是我买了这个 我跟这种颜色呢就很搭Stan Oil的宝宝 我非常的喜欢 就是在你看没有彩妆的情况呢然后呢我的状态都是会有变得更好的 我就基本上按照了我所需要的颜色呢去新增了几个盘 那其实我本来的盘也没有差到很远去的 秋天的彩色 那这种呢是深色系的 然后这种还有一种亮的 因为呢我自己本身脸上是需要一点提亮的颜色 这种它完全符合就是老师想要的那种秋天 然后呢浓的那种颜色的感觉 口红来讲的话呢 我是选了像这样子的颜色啊或者是像这样子的颜色啊 OK所以基本上就给你感受一下我做了Color Test 之后呢我的妆到底有没有变化 那像Shading的话呢刚好这个颜色也是非常大 我这个就是Mac的五花肉的Hana 因为我现在头发呢是粉掉了嘛 所以其实我今天整体的妆也不要离开粉掉太远 还是在往这里走 太过来其中一个我可以参考的妆容 对象其实是Janny 因为现在Janny她的肤色呢也是偏秋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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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化妆的时候跟我一样说 我盲角我很同学耶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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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其实这个腮红是我平时在用的啦 你看 虽然我这个腮红就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我整个人的那个协调度看起来就非常的好 然后呢就shading的话呢还是要努力的打 因为你可以看到Janny的妆其实喔她虽然也是会蛮肿 因为我们脸蛋本身就自带一种那种 Pocahuntas那种脸啦 某个程度上是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抑郁风的 所以其实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轮廓变得更加的立体 这样子就会更有东西看喔 所以接下来呢就是要上唇色了啦 我的唇色是偏深的嘛 所以呢我就会先上一个大底先 之后呢我就会上一个这个颜色 清新的橘子调 就会让我的脸呢会亮起来一点点 因为我的脸可能就不太适合那么赤土的颜色 甚至是荧光的颜色 因为赤土的颜色就太黑了 让我的脸呢好像没有血色这样子嘛 对不对 上完了之后呢 为了要让它更多一点层次感的话呢 那时候是有推荐我就是 买这样子的颜色 比较深的颜色 然后呢把它就是在上里面多一层 我本人不喜欢太渐变的唇 因为我的嘴唇不算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说我的嘴巴很大的话 我可以做渐变色看起来只会变小 所以我会把嘴巴还是稍微的涂大了一点点 这一个呢就是按照我的colour testing 做出来的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大差别 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呢 我本身本来就对自己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 就是我知道我是暖色系的 所以其实我的化妆品大部分都是暖色系的 这我本身一般上在用的彩盘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啦 哦对 我要给你们看我还有买了一个单品 就是它讲我适合的 虎皮 对 但是它讲我适合的包纹 所以我就能马上买了一个Gentle Monster Jenny同款 包纹 耶 OK 我先弄头发先 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个完整的妆照啦 有洗头也是要上去Dry shampoo 上去Dry shampoo 头发看起来就不碰咯 那今天的通告需要我穿白色 所以我会穿白色 而且我觉得穿白色也会比较明确的 让你们感受到我的身上的颜色啦 去找到适合你的穿搭 因为就算是说我们很喜欢的韩国艺人也好 他们其实也不会就是意味的追求就是冷白皮 因为甚至还有跟我讲 好像有些颜色他讲 虽然这个颜色哦是让你看起来变白了 可是是让你看起来整个人是变灰的 你是发灰的 你知道当人在发灰的时候哦 就代表你整个人看起来是非常的不好看的 一个大活人肯定不会是灰色的你知道 反正就有点像叮掉了的人这样子 因为最近哦 即使Jisoo他都有去做这个colour test 我是吓到 我就想去以Black Pink今时今日的装造 他们竟然没有做过Personal Colour Test 原来最近才去做 Jisoo是做来before他的这个solo comeback的啦 那卷头发跟不卷头发也是有差很多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老师就跟我讲了 那比起直线条呢 我们这种秋天的人很适合这种有一点点卷度的线条 那这样我的脸其实就会看起来比较的顺畅 那时候还有给我一个keywords的 它的keywords其中里面就有luxury 所以我很适合这种华丽感比较重的装造这样子 这个就是今天最后的装造 就是比较多curl 然后呢带了一个金色的环 然后一些金色的一些食品这样 配上一个适合我的包包 然后呢一个适合我的发型 然后呢带上适合我的 墨镜 臭美一下 如果你自己想要做card test的话 why not right 几百块一次 然后了解自己咯 对我来讲有没有来很surprise 呃是没有啦 就是更确定自己是了什么这样 yeah 买衣服的时候就不会这样紧张 可是其实也真的是不代表说 你不能用其他的颜色了 你还是可以用的 我真的是很华丽一点 走了 出门 in case 刚才在就是那个房间的话呢 是打灯的话呢 现在这个就自然光下我的这个 经过color test 之后我的装造 yeah 可以看到就是它整体是偏秋天的颜色 有feel到那个秋天了嘛 就你看到那个树酱青跟我的秋天 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秋天的颜色了啦 戴上我的豹纹墨镜 有没有很luxury的感觉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感觉 后面还有一个在按电话很开心的文卷 yeah